哈喽大家好,欢迎朋友们来到游戏天堂频道,红尔哥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士环尔高手对决,来的一批黑色枫叶,对二批成都我爱你 黑色枫叶,这次选择的是双刀柳的柳生石兵卫对福布万藏啊,说实话,福布万藏打柳生有点难度啊,不是特别好打,因为柳生这个力回能力实在太强啊,牵制性能又如此优秀啊 哎,前跳中刀,不打招,头下断,下中斩,打远点,是可以接两个中刀的啊,中刀取消 哎,他没有取消啊,你接一个下中脚也可以啊 好,柳生对这身中刀抢抓是非常强的 哎,这个时候就不用动,很多人说刺花啊,看你们这个打起来没意思啊 没有连招啊,他这个这游戏其实他玩的不是连招啊,他这个游戏也没有什么连招啊 最多能打到啊,八招这游戏啊,哎呀,而且只限于福布万藏对 一只 转中腿 这个是非常,怎么讲啊,不能说是非常好用,但是 呃,实战当中偶尔用下还是比较有奇奇怪效果的啊 一个战CD是可以用来对空的忍者 天空他下中刀 看不要,柳生这个中刀特别快啊 开始打啊,龟缩战啊,打阵地防守战,下中斩取消,超比差劲,这个也是浮复当一个套路 哎,要稳住啊,现在半大师不敢前跳的 因为前跳的话,柳生最不怕对方前跳 好,又是个近身在抓判定走位 战中斩对空 看出来程度,哎,你刚刚这个潜滚取消,没有出来 他潜滚取消,可以增加这个移动,呃,这个距离,抓崩的,抓据,抓指令头的一个距离啊 好吧,来看看赛点局了,两人赛点局非常精彩啊,斗士都有啊 你不动,我不动,你动,那我先动 柳生利用这个战青斩,下青斩,下青腿做一个牵制,好,抢抓 但当现在已经是脸红脖子粗了啊,想办法要前滚抓 但是柳生是不给他这个机会,你看没有,一直在不停的前后移动啊 好,下中斩发倒,再压起吃梦 战中斩,漂亮 下中斩,取向性取消 前滚取消,指定头,会心落啊,这招,记住啊,这个名字叫做会心落 硬抓,这是属于一个硬指头啊,比较难抓 再一个硬指抓,对方要骂娘了啊,这招有点赖啊 好吧,感谢大家收看,喜欢喜欢的朋友,关注红尊哥 那么也可以在每个视频下方,留下你们对这个视频的一些想法或者建议啊 那么下次再见,拜拜